非常感謝 我在這裡代表 由台北市政統主辦 由市文化局承辦 雜誌社規劃指揮 台北學技在高中校園的主作 今天是第一場開場 各位子學 大家好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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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熱情講 若久回 請講 我已經很久沒有回到高中校園來了 應該是多久以前不能揭露我的目的 一個目的 可是 這一場活動 台北文學技是 有一種很好的構想 這種構想是在 春晚花開的時候 我們在文學的花開裡面 變成這樣 聽起來非常的文藝槍 可是這個文藝槍 可能是帶領各位 進入一個 遠方 或者是一個 抑制的世界的一條 境 那 台北文學技 好 好 好 謝謝 謝謝 剛剛我說的話 應該不用再重度說一次 因為今天的主角 是我 今天的主角 是我在出版界工作 三十多年以來 一直在 從我在內前擔任總編輯 後來在國部 到十號 一路陪著我 不管是在選書 或者是在推廣書上面 給予非常大的幫助 他的身分非常特別 他前面在通路 是一個非常具有銳利的眼光 而選書人 同時 他也是每天規定自己 一定要行作至少三千次以上的 孜孜酷酷的一個作家 因此他現在的作品 涵蓋了小說跟散文 將近有十多本之一 我沒有去細數他 我感受到的不是這個數量 我感受到的是他 非常深刻的在他的小說裡面 隱含了人文的關懷 以及他對這個社會的期待 那他的作品裡面 永遠都是在往前看的 尤其最新的這本 抵達夢土通知我 另外還有一個書 你唸起來有一點害羞 叫做 硬漢有食軟軟的 請大家不要想路非非 可是呢 這裡面是有這一位 據稱他自己是有男性的 這一位作者 他與他的世界觀 以及他對整個創作以及寫作的一個想像 我們今天看到他的題目 看到那個意象 我剛剛盯著這張圖很久 就是這是一個廢墟 看起來是大戰之後 滿目瘡移 可是為什麼還有人 民視的這個書架呢 這是一張非常有名的攝影作品 就是在當你的心靈都各方面 因為你的價值觀被摧毀的時候 你還剩下什麼 還剩下什麼 也就是今天我們的主講者 他現在是閱讀最前線的總編輯 也就是他也是一位媒體的人 他要來跟我們談 幹嘛讀小說 我們現在先以熱烈的掌聲來歡迎 我們現在先以熱烈的掌聲來歡迎 在在我們講話之前 今天的講座之前 我們的講座進行的流程是 就是等一下開始他的演講 接下來是有20分鐘左右的QA 為什麼我一直提到我的帶子呢 這是要告訴大家 這是台北文學 限定的限量的製作 一個環保帶 非常的好用 那上面有三個 是這個著名的插畫家 他所做的徽章 那今天如果各位同學 在提問的時候 就可以得到這些獎品 其中是有三個獎品 一個就是徽章一舉 還有分別是兩個板布袋 那如果沒有得到的同學 也不要沮喪 因為你們手上的這個 台北文學記的這個 徹底裡面有非常非常多 台灣最重要的作家 他們的講座 如果去聽的話 也有機會再得到這些禮物的 好那現在我們講座開始 再次以熱烈掌聲歡迎 請問 小蕭浩出 兩句會不會幫我看一下 這句 很常講說這句古力槍的部分 你可說 接下來完全跟古力槍 這點關係都沒有 因為 剛剛會提到我的興奮 他其實很特殊 切開來看都不特殊 其實很少有人從 作者到讀者 就是從創作端 然後出版端 一直到閱讀端 大概全部都 如果所有事情都出過的 大概 找不到太多人 知識中 所以我的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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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張照片是 二次大戰的時候 有人被空襲 然後 空襲過後 就是有人跑去被空襲之後的 服務管教室 那 剛剛其實 大部分人會看到這個會想說 因為見主事件非常非常重要的是 略讀 是一個非常 了不起的事情 所以他們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他還在 就是 告訴大家 這一半 不是真的 就是 閱讀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但是 他們那個時候 在 呃 大戰的時候 還跑去 教出來一點 是因為 你有別的事情可以做 嗯 讀書是一個消磨時間的方法 讀書是一個逃避現實的方法 他們那個時候 如果有iPad可以玩的話 應該說 玩iPad 如果有 如果有智慧手機的話 我們就在追記 就是這樣子的事情 但是 院讀跟 呃 院讀小說 跟這些東西有點不太一樣 我今天會跟大家大概 聊一下這件事情 因為 院讀這件事情 我相信很多 就是大家現在都還在 略高中 就是 嗯 說得 我咬一點 我們讀 教科書也是某種院讀吧 但是大部分的 呃 考試 會把閱讀 當成是有某種功能的 你今天讀一本 呃 跟物理學有關係的書 你會獲得某些物理知識 你今天讀一個 呃 一本跟 呃 資本主義有關的書 你會獲得 相關的知識 他有一個目的在 就能夠讀這個書 但是讀小說好 不是這樣 讀小說你 你論上不會獲得什麼 會 他會獲得知識 但是 他可能不在預期的範圍之內 他部分人讀小說 不是為了獲得知識 就是你讀 直接讀哈利福特 不是為了要學魔法 所以我覺得好像很有趣 對不對 你讀金庸 你絕對不是為了 如果你讀金庸之後 決定上山去學武功 那就會有點 有點過頭 所以讀小說 不是這樣子的東西 所以我們幹嘛要讀小說 今天跟大家 大概聊一下 好 我們剛剛有提到 故事是一個 必要的東西 大家喜歡 這個 看得清楚嗎 這邊是 我從網路上面 接下來的三個題 這是日本的 一個 終身閱讀 韓壽課程 韓壽課程 大家知道什麼 就是 你報名了之後 他們會定期寄教材給你 你不用真的去某個地方上課 因為他們會定期收到教材 然後收到教材之後 最後要考試的時候 你再在家裡去自己寫一寫 然後把考訊寄回去 他們會給你分數 如果有到達那個標準的話 你就會拿到某個學位 或者某個認證 這些韓壽課程 因為本的韓壽課程 做了一個廣告 它的廣告是 有一個寡居的老伯伯 然後家裡有兩隻貓 一黑一白 然後趁那個老伯伯帶來之後 兩隻貓有去上某個韓壽課程 因為他們有寫信到某個地方去 然後那個 對方有寄教材給他們 那個教材就是要告訴這個貓 怎麼樣跟主人互動 然後怎麼樣讓主人覺得開心 然後最後這個寡居的老太太 就是因為老蛋不在 然後他一個女主人覺得 晚上覺得很傷心的時候 兩隻貓又知道怎麼跳舞跟幫他按摩 所以後面的老婆婆就很開心這樣子 這個廣告就告訴大家 你終身學習跟韓壽課程 跟韓壽課程這兩個點 就是終身學習是重要的 然後你可以利用韓壽課程 達成終身學習的教會 但今天他如果只是告訴你說 終身學習很重要 然後 也大部分被學校教育壓榨過的 現代人 都不會覺得這個事情 有任何的吸引人 就是我們 雖然在學校講這個很不好 但是 但是我們的學習動機 我們的學習樂趣 有很多是因為 不太優良的 或是不太 因材師教的 考試制度 搞出來 會不會這個東西打壞 所以大部分人出離學校之後 不太理會 就是現在非常的吃虧 但是 其實 這個公司用了這樣的方法 告訴你說 韓壽課程是有用的 終身學習 你今天是一隻貓 你還是肯中身學習 你今天不方便去某個地方上課 你可以利用韓壽課程做學習 他把這兩個東西結合起來 然後用一個溫馨的故事告訴你 一般來說 看著這個故事 大家會覺得有 看著這個報告 這報告還蠻長的 只有在網路上看 大家可以去找一下 第一個你會覺得有趣 就是你好歹看到了 可愛的婆婆 跟可愛的貓 然後故事會有趣 你看到貓開始在用後腳 站起來跳舞的時候 你會覺得真的蠻好玩的 然後 你會記得這個報告 再來你會發現這個故事裡面 它告訴你的意義 你是會接受的 你或許不會因為這樣 你就跑去上課的探索作成 但是他想告訴你的這兩件事 你是會接受到的 人類 絕大部分 有尋找我意義的 甜性 所以今天 如果今天有一個習慣的事情發生 你不會希望它是平白或不發生的 你希望後面有個意義在 你希望後面有個脫子在 完全都沒有的話 就給我來接受 那一般來說 故事會告訴你後面發生了什麼事情 或者是它會引導你去想 後面發生了什麼事情 所以故事有這樣的功能 第二個是 人類大部分 活得很辛苦的時候 會希望暫時脫雲見識 就是我有一個什麼東西 引開我的注意 先讓我不要 暫時讓我不要想 現在這很困難的事情 不要想 那種吃飽了飯 還好來信念你講 或者是 過幾天要考試之類的 這樣子 討厭的事 暫時脫離現實 這兩件事情 完全就是 故事存在的基本理由 雖然很多文學家 或者是很多嚴肅 自定嚴肅的創作者 不太喜歡成人這件事情 但是各位 故事最基本的 最大的 存在意義就是 它提供餘額 就是你要覺得 看故事看很有趣 你不要 今天如果你圖了一個故事 然後你覺得 這個實在是我 搞不好他在幹什麼 那這個故事就是 暫時還不適合你的故事 大部分人看故事 就像我們看 環太平洋 這樣子的 砸大錢 看到巨大機器人 破壞了一大堆 高樓大廈 跟一大堆團 一大堆汽車 然後大機器人 跟大怪獸撞來撞去 這個故事 沒有什麼生意 但是我看得很高興 這個是故事最基本的 東西它提供 某個娛樂 它提供我們去交錢 它提供我們去幻想 這個東西 也會讓現實中不會出現 但是故事讓它成真 它會讓我們獲得某些解放 今天 在座如果有人 偷看了 隔壁的武士造異 那就是故事 某些幻想跟解放 今天如果有人看了 不要講那個 不要講到天氣的人 今天假如有人看了 飢餓遊戲 那也是某種幻想跟解放 你推翻了某個 孔志明的強權 就跟學長老師們一樣 那某種老師 會想跟解放 然後你可以去經歷一些冒險 這些冒險很可能是你平常 不太會遇到 或者是你必須要經過某些轉換 想要去想像出來的 故事會提供這些東西 寫的有趣的故事 它會帶表層 故事的表層 滿足你這些需求 這個其實是人非常根本的需求 我今天讀一個有趣的故事 我希望就是 剛剛提到的 暫時脫離一下現實 進入我的幻想裡面 這幻想 會比我的現實人生來的 高考別人很多 遇到的man 會比我認識的感覺都正 遇到的男人 也會比我認識的同學都帥 我們會遇到一些 日常生活裡面 不太可能遇上的困難狀況 但是我們都會把它解決掉 開心 這個是故事的 根本的 但是也是很表層的 給大家滿足 除了這個之外 其實故事會 其實每次我們在閱讀故事的時候 都在進入一個借來的人生 那個人生不是我們自己的 那是別人的 但是我們在經歷故事的時候 我們會把自己帶進去 大多數人在看 小說的時候 不是在看小說 看電影戲一樣 我們會把自己放到角色裡面去 很多時候是主角 那也都不見得 那個狀態是很微妙的 就是我們一面知道我們自己 不是那個人 就是今天很多火花商在看 年輕小說的主裁系列的時候 他女主角不是裡面的女主角 但他會有某個部分是帶進去的那個主角 當女主角做了某些 或者是在看鄉主劇的時候 當裡面的人幾個億幾個億的喊來喊去 互相甩巴掌的時候 觀眾的某個部分是帶進去的 他們做了某些決定 或者不做某些決定 觀眾是有反應的 就是 啊幹 你有什麼做這種決定 或者是 啊幹 你有什麼不做這種決定 觀眾是有反應的 那跟我們一點關係都沒有 但是觀眾是會把自己放到裡面去的 有的時候 有的時候 故事還有一些交際的功能 比如說這個 這個 這個真的沒有好 這個是一個遊戲叫做 阿坑City 這是一個蝙蝠家的遊戲 在裡面玩家會變成 就是操作蝙蝠家 要去完成很多任務 遊戲也是故事的一種 它其實是有劇本的 它是有寫節設計的 雖然好像有很大一部分是來自玩家的空間 但事實上除了這個之外 它後面是有一個原始的東西在那裡的 只是玩家不見得 完全有意識到 如果今天你玩的是線上遊戲 那個還有叫做公民 而且你還會跟一起組團的人聊天 因為什麼時候上線一起打怪啊 或是你們要談好什麼時候 誰給誰掩護啊 誰要幹嘛幹嘛之類的 非常厲害的線上遊戲 非常其實有人的線上遊戲 其實都有這樣子的 另一個人生的意義 它那個 很多時候在那邊已經不只是遊戲 但是在過另外一個生活 在那個生活裡面 現實生活中 你可能是一個跑不動的洛基 但是在那個生活裡面 你可能是一個非常厲害的戰士 它就這樣子 所以它有交際的功能 然後在故事裡面 角色們 其實跟舞者們 跟觀眾 推進去面對某些困難 然後又去完成任務 在這個中間會有一些 預先學習的意義 就是 你會遇上 自己不太可能建築中遇上的困難 或者是會遇上 你可能還沒有遇過的困難 比如說 現在 我們剛才兩家年輕小說 大家在他年輕小說 閱讀年輕小說的 年齡的高峰期 大概兩個時段 一個是國中之前 就是母一過年級的女生 到大概國三之前的女生 另外一個是 就是大概 五十歲左右的 你知道沒有什麼事情 叫我忙著 阿丹 你家 你家 鄰居常遇 還是家裡長輩是這樣子 國中 國中小的女生會看那個 年輕小說 大部分是 方才沒有開始真的要談戀愛 但他們想像中 可能會怎麼談戀愛 當他們大了一點之後 他們就開始發現 自己待遇不到 很帥 很壞 但是對你又很好的 孤二代 然後會慢慢回到現實 但是 如果真的遇到了很帥 很歡又很好 的孤二代 他會有預先學習的 可能就是 你會知道怎麼樣跟他互動 就算你沒有遇到 這樣的孤二代 你大概也會先知道一下 好的 在男女交往 相處的過程當中 相處的過程當中 你怎麼 你可能會怎麼樣 遇到某些事情 那 這些預先學習當中 不見得每次都是正確的 或者不見得每次都是有效的 矯正你可能做出了 錯誤的決定 然後 導致了不見得好的結果 或者是 他做出了某個 他認為正確的決定 但是你在看的時候 你應該是錯誤的決定 但是這個無論如何 無論矯正你做 都會讓 願聽者 會讓你去想說 這樣做是好的嗎 這樣做是 對的嗎 如果是我 我會怎麼辦 或者是當 未來的某個時候 你遇到了類似的事情 你可能會想到 當初有某個曾經觸動你的情節 提到這樣的東西 你會想到那個角色 當初做了什麼事情 那 你當初怎麼去想這件事情 今天輪到你自己的時候 你會怎麼樣去看待他 因為大部分的人 我們在 我們在 創作的時候 我在 在上創作歌的時候 我會跟同學講說 你要想辦法 把 讀者放到一個 很倒楣的地步 在 就是 把主角 放到一個很倒楣的地步 進去 為什麼呢 因為大部分的故事 是衝突的累積 就是主角要受到我們的虛力 他才會開始做我們的反應 故事才會往前進 大家有看過迷霧之主嗎 知道突然在山南森嗎 山南森前幾年來台灣的時候 有時候跟他聊天 他說 在 創作的時候 你要想辦法 讓主角很衰很衰很衰 如果他是一個很會講話的人 你就讓他口氣 如果他是一個很會跑的人 你就讓他 腳亂掉 然後跟他說 一個禮拜之後要比賽 你要看這個角色 其實 這是做的至少麻煩 但是 你要設計一個很困難的任務 給這個主角 這個主角 你才會 你才會激烈到這個主角 說他去 找另外的處女 不管是他想辦法 弄好了自己的腳 但一個禮拜後 又不在 或者是他被這個事情 打擊到一個無以附加的程度 變成另外一個樣子 你必須去做這種事情 絕大部分的 讀者 觀眾 喜歡看到主角很衰 這樣我們都不太會說出來 但是我們希望他遇到 比我們更慘的事情 但是我們會希望他 看到他怎麼解決他 解決那個事情 表示我們在現實生活中 如果遇到了不好的事 我們是有可能解決的 我們可以思考說 他為什麼用這個方式解決這樣的事 你可以去思考 當這個事情 這個解決方式出現了之後 可能會有哪些後續的效益 最後就是要這樣子好的還是不好的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 慢慢的我們會養成 對很多角色的同情性 同情性 不是同情性 我們看到主角角斷掉 然後要去比賽 就讓我們看好合理 那個是同情性 同情性 我知道這個東西很辛苦 然後他不管是放棄了 他放棄我會覺得 我明白你會怎麼放棄 這真的是一個很痛苦的事情 他撐住了 你也會知道 對我知道你 見了多大的努力 你會開始有同理心 有同理心之後 你比較容易去看到 真實生活當中的 其他人 除了你主要的其他人 他們在做事 有他們的理由 但是不見得是你知道的理由 當你比較有同理心的時候 你比較容易去 去他們想一下 他們有可能 有他們 這麼想著 或這麼做的原因 不見得你可以跟你 不見得可以跟你講 或者是不見得你會 馬上明白 但是多個同理心 你會想到的更多 你看到的世界 會覺得比較不同 你的人際關係 會變得比較不一樣 有的時候 然後 故事會有 會讓人感覺好奇 最好奇包括了 裡面的 假如說 我們剛剛就叫孫德森 孫德森的 他很喜歡寫那個 非常厚的小說 然後寫著作本這樣去 然後其實奇幻界 很喜歡寫大副頭的大場間 武俠通界也是 現在比較少 但其實奇幻界 將會少很多 因為他們常會去寫一個 比較 不一樣的世界 然後那個世界裡面 他只要把世界觀 設定對了 理論長已經可以發生任何事情 然後就會完全 用完世界發生的東西 大部分在那麼大的故事裡面 出場角色多的時候 每個角色的人 會覺得有趣 他們不管是好人還是壞人 對同一件事情的不同的看法 不同的做法 如果是厲害的作者 像孫德森是英文 做的作者 他寫這個東西的時候 每個是有趣 每個角色提出來 正同一件事情提出來的看法 都不一樣 那個都反映了他們的個性 其實也反映了現實當中 不同的個性 那你看到那個東西的時候 你會開始 對 比如說在社團裡面 討論事情 在班上討論事情 大家有同意見的時候 你會慢慢觀察出來 你的同學們 你的朋友們是 怎麼樣子的人 他們怎麼樣去想事情 這會讓你更了解他們 另外是 有些時候故事以後 裡面有發揮更大的主題 那個主題不見得是你 表面上看到的 比如說到這個 這個是去年的正宗歌曲拉 大家有看過歌曲拉嗎 有 有 我本來想說歌曲拉 對年輕人 可能沒什麼太大的吸引力 他其實是老怪獸 就是 正中歌曲拉 有一個有趣的東西 他的 但主要看起來 就是怪獸片 就是 核爆之後 出現了怪獸 然後在日本 就要搞這樣 他的 海報上面有一個 slope是 現實對虛構 直接看 的話就是 這是一個現實的日本社會 然後對上一個虛構的怪獸 然後最後我們也覺得 怪獸帶來的危機 但是歌曲拉的出現 其實他有後面的必需 他當初最早出現的時候是跟 呃 美軍的核子施暴有關係 所以 而且日本是 目前 全世界 唯一一個 被原子彈炸過的國家 唯一一個 他被原子彈炸過之後 全世界就覺得 這東西我們比較在用 所以 原子彈這個事情 對日本的 影響是很大的 大家如果是動漫名的話 都知道 非常多經典的動漫 開始跟原子彈炸過的關係的 很多日本電 也開始跟原子彈炸過的關係的 和其他其實也是 他其實還有在 講到 比如說 現實的核能問題 自從 那個 戰役的海照之後 福島核災之後 核能 是不是要再帶回去日本社會 一直是一個 很大的議題 因為如果沒有 核電廠上的發電 不是太夠 但是有核電之後 又有更多的隱憂 知道這個應該怎麼處理 核能隊伍自己來說 對他來說有一個 很大的 很大的問題 三月十一又 今年的傳染流行 有機會的話 希望大家上邊走走 會看到一些有趣的事情 不管你 贊成還是反對 我個人是聽聽 不同意見都吵出自己 所以他其實有 真實的 核能災害 對虛構的 就是裡面有出現 怪獸的 現實當中是有怪獸的 所以虛構的建議 他們之間怎麼 怎麼互相應對 那這部片 我覺得最有趣的一個事情在 它裡面不是靠 什麼 厲害的智慧隊 還是我們 國師發明了一個 什麼機器 我們就把怪獸消滅掉 它裡面消滅怪獸的方法 是找很多人一起來 組成一個小組 一個臨時運電小組 然後 那個其實就是 看一個現實當中的證 如果去面對一個巨大的變異 這個變異是先前沒有想過的 你可以把它回去想說 那當 三一一輔導會在發生的時候 日本政府做哪些事情 或者是今天如果我們的 和一和二出了什麼事情 我們政府會做什麼事情 裡面政府的那些運作 就是現實當中 有可能會發 會看見的運作 所以它的意義還有在這個地方 那今天有一個 這個是一個有趣的故事 如果你今天就是一個怪獸 或者是你就是為了打發時間 今天看起來蠻高興的 就是你會看到一隻 長相很奇怪的怪獸 你後面 後面那個異能越開越多 就是口中會發雷射狂 然後 破壞掉非常多的金屬物 看來就會讓人家心情愉快 如果是為了這個 這個目的盡心愉快 那這是一個爽快的故事 那生光效果是好的 那如果你 被它觸動了 你就會發現 這個故事其實不只 講了 大怪獸破壞故事這樣的事情而已 它其實還有 想要出更多的東西 只是它把它包在一個 非常商業的 表現手法裡面 剛才好像 因為我是一個寫小說的 所以我一定會跟大家說 故事是很重要的 那剛才 彷彿非常不說一字的一個 講完說 好 不知道有多重要 但是大家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我剛剛 從一開始舉個例子 一直到剛才的就舉它 我沒有任何一個例子是 輸 比如說有廣告 有遊戲 有電影 真的就沒有輸 如果故事其實在這麼多地方 如果大家 看廣告都在看故事的話 好了 故事很重要 我們在很多地方都看到故事 現在 厲害的行銷 厲害的公關公司 都會想辦法 用故事的方式賣產品給你 就是今天在跟大家說 私事有三種 一種很平白 很平步直速的推挑方式 是不太有用的 他今天必須要告訴你 你在公車上打噴氣了 天氣變冷打 你流鼻水了 然後你應該要去 吃一個什麼東西 他會用一個簡單的行程 在有限的時間裡面 購足一步 讓你進入那個行程 你覺得說很對 我今天如果 髒風感冒了 我不要去吃 什麼樣子的成藥 無時無地的故事 在刺激你的時候 為什麼我們還要去讀 用讀的方式 去看故事 這其實是今天要講的重點 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是 大家都覺得自己會閱讀 理論上我們從小 一直在接收各種不同的 文字的圖文 如果大家 在學齡前 就被爸爸媽媽 再做不少的樣子 因為畢竟是四大路走 因為 爸媽媽就對你們 記憶後望 從小就在文字上 有英文班 國小研修班 有資源 就要考文學院 奇怪考試 可能很早就真的 學會怎麼認識 甚至不只中文 英文文 日如柔惠 但是 大家是不是真的會閱讀 就是大家看那個字 然後你是不是真的知道 會在跟你講什麼 這是另外一個 我覺得 非常 應該要想一下的事情 這個人是寧也盖曼 寧也盖曼是一個英國的作家 他寫奇幻小丘 然後 非常的 有名 他也是漫畫編劇 所以大家 如果喜歡看 美國漫畫 或英國漫畫 有些經典漫畫是他編的 然後 他也是 電視的編劇 如果大家是 科技大宅 喜歡看像 Dr. Who這樣子的 科幻影集 裡面有東西他編的 總之是一個 很全能型的 很全能型的 創作者 大概在十五年前吧 寧也盖曼 在台灣 出了他的 重要作品 叫美國縱神 美國縱神經理由 會拍的電影 會拍的影集 然後我有一個 寫mail去訪問他的機會 我就問他 十幾年前 就是大家都還很小的時候 可能 可能 對 都還很小的 能出這個時候 那個時候 劉文甘曼說 大家都覺得 網路這個東西 剝奪了或是侵占了 大家平常閱讀的時間 那你怎麼看這些 身為一個文字的創作者 你怎麼看這些 甘曼非常的 擴大 他說 他覺得網路時代 才是用文字溝通的時代 就是大家真的 好像沒有在 話很多人讀書 但事實上 大家逐筆的東西 就是今天 不管是你看 臉書也好 那個時候還沒有臉書 看文字的訊息 看討論串 看討論區 就是聊天室 和現在大家比較常用的 社群媒體 其實溝通的本質 都來自於文字 都不是講話 你真的要跟誰講這件事情 你去用答字的 讓他知道 你要知道別人跟你講了什麼 你很少用答字的 去吸收這件事情 所以 網路時代其實是一個 文字能力 比重前 可能更加重要的時代 但是我覺得大家 在網路上 遊蕩的時候 應該都會有東西 就是 有些人 如果你去看那些 常常會 尤巴火水戰 筆戰的人 比如臉書好 比如朱又勳 朱家安 都是我認識的人 他們的 他們的臉書 講了一個某些議題 底下有一個人留言 有些人就會罵他 有些人是贊同他 然後 如果你是 不管你知道 你是在哪一方 不管你是認同這件事 不認同這件事 或人大文本 這就更熟了 不管你站在哪一方 你都會覺得 這個明明就在文章裡面講過了 為什麼你看不懂 或者是 這些人的 留言出現的時候 底下又會有 有些人寫的就是 酸鹽酸鹽 那就算了 但有些 感覺上是要討論的 你會覺得 底下就有人跟你解釋了 你為什麼還是不懂 或者是 你有可能在簡訊 跟人家聊天的時候 跟人家講某件事情的時候 你會發現 我就是講了 為什麼你搞不懂 我要說什麼 如果是跟人家女朋友吵架的話 這可能會更常見 好 我們 都已經內腦包裝了 使用我們自己也使用失明 想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為什麼我們用了這麼多東西 我們就是習以為常 隨便隨便都可以用出來的 我們所有自己的東西 就是會有人不理解 或者是 就是會有人覺得你 沒有辦法發覺清楚 因為我們的很多時候 我們現在的閱讀 不是真的閱讀 我們非常忽略的把這個東西看過去 我們沒有搞清楚那些字 那些詞 真正的用法 我們沒有搞清楚 御型的結構 所以我們會產生非常多誤討 或者是寫的 根本就是誤會 或者是整體的事情 就是在現在的爆炸當中 常常常看見 錯用的成語 或者是明明就不對的句構 它就是出現在媒體上 如果我可以讀文字手機 理論上 你可以訓練 你可以獲得比較好的半譯 就是 大多數 文字書籍的作者 他們對文字的使用能力是比較好的 看那些比較好的文字 你會比較知道說 怎麼樣使用文字才是對的 另外你會知道說 如果 假設大家去看 去讀了朱佳麟的 附加朱佳麟 然後你認同他的說法 你在無形中也會知道說 我在用文字溝通的時候 要怎麼樣 才比較容量對方接受 他要哪些步驟 他要哪些結構性的做法 讓你慢慢的去認同他的理念 這個是閱讀文字書籍的意義 再來 書本 這個東西 它其實有自己的架構性在 我要提這件事情是因為 大家可能會想 那如果我在網路上面 去PPP 追往這些文章 去網路上追往一些粉絲團 看那些當天文章 是不是就是OK的 看當天文章 像單天的文章那是沒有問題 但是假若你要更詳細的了解一個 比較完整的思考脈絡知識體系 單篇文章 絕大部分沒有辦法提供這麼多東西 他們有可能是針對一個社會上 當時發生的現象 某個議題提出了看法 他們的看法後面會有自己的 強大的學術基礎作備 把他們的看法簡單的 用大家覺得有趣的方式說出來 大家可能會從那個簡單的方式去 大概了解到他們為什麼這麼想 但是如果你要更全面的去了解這件事情 讀文章是不夠的 一定要去讀一整本書 理論上書會有做的這個整理 他要講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從頭到尾把整個東西崩塌了想了一遍 怎麼樣跟大家把這個是完整的說完 講想了一遍 然後會有遍及 遍及會幫他把架構理出很像 會幫他把架構理清楚 會讓他變得更好接受 然後會幫他把它做出漂亮好 這是一個完整認識一個知識論書的方法 去讀一本書 是一個完整認識知識論書的方法 這個會比你在網路上一直讀三遍的文章來的有效 當你讀了某一個完整的知識書籍的時候 你再回去看這些人寫的三篇文章 你會明白說他們會不會有這樣的議論基礎 說出這樣的的話 再來是讀故事文字的小說 是一個比較容易完整認識一個故事的方法 除了作者整理過編輯有整理過之外 文字的小說有一些我們剛提過的 不管是廣告、影集、電影、遊戲 這些東西沒有辦法取代這些東西 任何形式的故事表現手法都有它的優缺點 它有它是自己的一些優點 但是它有自己的歷史 文字的小說有一些其他形式無法取代的東西 第一個 就創作者來說 它的限制是最小的 今天如果你想拍一部電影 理論上是勞識動眾 今天不管是拍過爛的電影 是拍成本多小的電影 都是勞識動眾 你完全無法想像 從前去公視拍過一個兩分鐘左右 有一分多鐘的短片 那個短片就耗了一整天 然後 現場可能十來個人在那邊 張國東、張國西 很多時間都在等 但是 那個東西做出來 然後那天回家的時候 你覺得我好累 我從來就覺得這麼疲憐過 但是那天做出來的東西 就是一個 大概九十秒左右的短片而已 拍點完全是一個勞識動眾的東西 而且拍出來還會很多人 在那邊寫很多 我覺得個角度很爛 你覺得我會小 那眼鏡那麼差 然後更挑剔一點 那個燈光怎麼打 這樣 那周圍都會看見 歐東是怎麼好好做的事情 限制非常的多 不是說不該做 是他很難做得非常好 當今天有巨大的資金 巨大的專業 人才的投入 那個東西還會看起來像樣 但是呢 故事 也就是這樣 尤其在原書的時候 他行 忙一個人 做 因為他的這樣的限制少 所以 故事裡面的寫的問題 是非常的多 靈魯之子 這是剛剛提到 聖德森的作品 靈魯之子裡面 提到的一種東西 就是他們的 裡面有人會穿這種斗篷 然後斗篷 的木端散成布條 然後飛散 就融在物裡面 看起來 你好像可以在物中引擎 聽起來非常的痛苦 靈魯之子一直有 要改成動畫跟電影的交情 對 但是這個斗篷怎麼看都是怪的 就是 目前看到的每一張 世書的設定錶 那個斗篷看起來就是 一堆瀑布在人身上 然後還有粉絲或自製 假的遇到 就是電影的遇到 看起來更爽 其實我相信 那個電腦通往可以 補充代表一些 他可以做出漂亮的東西 但是目前說起來 就是 還沒有看到任何一個 視覺的設計者 把聖德森想像中飄移的東西 真的變成畫面 再回來看 他真的變成畫面 也不見得是 大家真的在 組的時候想像到不一樣 他如果真的變成電影 他就是一個 影視工作者 想像中 應該要長這樣 但他不見得是 每個讀者 我們每個讀者 都可以給他不同的想像 不見得每個讀者 都是這樣想的 而且 小時候有個好處 就是 這個看作人們安排 因為他可以直接告訴你 角色能怎麼講 他可以不講 但他也可以講 但是在電影影視裡面 影影廠是 得靠演員們的表演 讓你去跟反應 讓你去揣測 他可能在想什麼 如果這個演員的表演很爛 你的揣測就會失禮 你就一直會一直出戲 他為什麼會在這個時候 做這種 不對勁的表情 你只會一直出戲 你會被踢到不足 而連續進不去 小說有這個樣子的好處 他可以讓你更去思考 這些到底是怎麼回事 大家如果 有興趣看推理小說 可以去看那些公共美性 公共美性 尤其是他後的那幾本 推理 每一本都可以把 角色的性格 寫到很裡面 他可以寫到第一層 第二層 然後在第三層的時候 會讓你覺得 這個人就是 在跟你還會再這樣講 那個是表演的時候 很難表演出來的東西 也就是為什麼公共美性的小說 改拍成電影 不太好 他就是適合 他沒有很適合我 只他改拍一層點 要非常大的 夠把很多細節改掉 所以 因為 我們可以激發想像力 好像剛剛提到一個走瞳的事情 他可以 我們有非常多不同的想像 如今天有時候 也是大家對 歷代已經有 忘記有多少人演過 幾天不容易 但是我們每個人 對自己的 想像中的 那些主表 其實是有一個自己的 樣子 不見得就是螢幕上看出來的那個樣子 也因為他比較審視 他比較好操作 所以很多故事的原點 其實是小說 大家可能不見得知道 但是在好愛的電影裡面 現在大概還是有 百分之五十到六十 他是從小說改編的 那個小說有可能是很經典的那些東西 也有可能是比較新的作者的同意 只是我們國內不見得有隱進 小說是一個非常好去找題材的寶庫 我們現在看到很多故事 其實就是 看到了很多從 在不同形式上面 呈現的故事 其實是從文字來的 上原初就是文字 而且啊 因為小說的發展歷史也非常的有 一樣是你剛剛都不說的 他說我們這種 用文字寫作的人 就很像 你走進一個叢林 然後 叢林裡面有非常巨大的 老不可破的現象 只是你從哪邊看就好 前面有一個非常厲害的前輩 做了非常厲害的事情 你必須想辦法開第一條路 通過這些神像到一個 你自己覺得要去的地方 但是你身上的工具 就只有一把開山刀 就一個爛爛的開山刀 你什麼都沒有 就只有這個東西 你就是只能用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就用文字 你要想辦法用這個東西 一直往前砍 砍出一條路來 然後旁邊都是比你厲害的 這樣子 小說其實是一個 除了口述的故事之外 就是口耳相傳的故事之外 小說是流傳最久的 講故事的方法 這個是一所預言 一所預言本來應該是口述 就是大家各有相傳 後來被寫下一個故事 這就是流傳非常久 這是我很喜歡的故事 在不同的時代 回去讀一所預言 大家現在可能覺得一所預言 好像小朋友看 但是事實上並沒有那麼簡單 在不同的時代 你就算一所預言 理論上你會想到一些不同的事情 當然要發揮想像力 你不要累 我那邊有寫 我很討厭預言小騎士 如果今天大家買了一本一所預言 每個故事後面有一個小框框寫說 故事小騎士 這件故事在告訴你 那本就把他推理 那本就把他放在一邊去 買一本新的 預言小騎士不是一定錯 只是他會限制大家的思考 不是不見得是好事情 在不同的時代 整個故事會出現不同意義 而且 因為發展了數千年 中國的故事發展很久 西方的故事發展很久 呃 直到社會已經補過 都有非常歷史非常悠久的故事 然後越到近代 小說的樣貌就越多 然後 各種關係發生形式的越多 如果大家早上又看不懂 你就不要看他就好 不然你覺得非常的多 你一定會早上看得懂 然後大家不要害怕上面有經典兩個字 有些經典其實很好看 就是 經典跟看不懂是兩回事 通常老婆是應該寫的差 對不對 經典大部分是很厲害的 是很厲害的小說 好看 有趣 然後 你會覺得 你可以看這本跟故事到底 我搭載他 你就覺得他的好看也可以 很多經典是這樣子 大家可以細心 我待會兒就先會找到 這個 好 這可以舉個例子 大家一定要拼過北風跟太陽 走過太陽 然後他們比賽 就是誰比較強 然後就有一個倒霉的旅行者 出現了 然後他們就在比賽看誰把 先把這個 先讓那個旅行者把衣服脫掉 我就贏了 這故事告訴我們什麼 因為 故事的最後是 太陽因為 溫暖散發熱力 所以這個旅行者就把衣服脫掉到 河嶺去 河嶺去 大部分的預言調情是會告訴你 溫暖的力量 不會獲得最後的勝利 這是一個解釋方式 但是你有別的解釋方式 比如說這個旅行者分 就是一個無辜的路人 他又沒有得到誰 他為什麼要被兩大槍拳 夾到那邊 哭冷哭熱的 夾到他嗎 大家可以想到目前的國際情形 大家可以想到自己在 班校或者是 以後你在職場的某些位置 兩個主板都覺得你很討厭的時候 你就會 有北風跟他一樣的 你那個女性就有的想法 或者是你會想 為什麼 為什麼是把 讓人家把衣服脫掉到你 這是遊戲規則定的有問題 如果遊戲規則定的不一樣 那北風就會贏 你就是強弱這件事情 它並不在 在真正的實力 準點上 理論上這兩個人 這兩個東西實力 當然完全是不同的事情 就是 散發熱力跟 給予寒冷這兩個東西 完全是不一樣的 重點在 遊戲規則聊天會 就是 未來已經算大家應該 盡量去選擇 所以是遊戲規則定 比它會變成 看起來強烈 但事實上 你不見得真的比別人強 讓我們再教大家 一些很邪惡的事情 但是 預言 小說 故事其實都會講那些的 當你的社會閱歷越多 理論上你在一個 就算簡單的故事裡面 你會看到東西也會越多 不要被那些 知識的東西限制住 不要被經典讓我們家身體 讀小說的選擇第一 發展了一百年左右的電影 更短的遊戲 電視遊戲 來的多 非常的多 再來是 這個真的很重要 如小說的時候 節奏有一大部分 掌握在你自己的手上 這個人是日本的通話導演 通話節目在押停手 最近大家有看到 風格機動隊的 預告嗎 風格機動隊 風格機動隊 高列球跟神的 名字 風格機動隊 看起來 阿倫語高 就是完全從 壓擊手 1995年直到 風格機動隊的動畫版 改來 但我覺得故事應該會差很多 不過 今天重點是在 風格機動隊 做人在押停手 曾經講過一件事情 他說 所有的電影 到最後都會變成anime anime anime其實是 xenomation 就是 動畫 那因為日本 日本人的發音 不是太 標準 講太長 他們的英文端子也不太實 他們都簡直叫anime 後來在 美國那邊 就把anime 當成是日本動畫的一個 專有鼻子 就是美國歐美的動畫 不會叫做anime 他會叫anime 或叫cartoon 但叫anime 的話就是日本動畫 好 大家要緊守 說正句話的意思 並不是說 所有電影到 都會變成日本動畫 他們就是這樣子 他是在告訴你 大家知道動畫這個東西 大家如果看匹克斯 可能有看過匹克斯的動畫電影 最後會可能有什麼NG片傳 因為匹克斯希望把他的角色 都當成是真實的角色 他們在演這齣戲的時候 是會NG的 好 但事實上 沒有這回事 所有動畫 所有動畫 動畫電影裡面 所有的東西都是 動畫師 或是我們講大一句的導演 他決定要放到這個裡面來 才會有 如果我們沒有這樣做 那些NG片段 不會出現 並沒有真的有 有這樣子的角色 在演這個東西 這是被做出來的 所有動畫都有這樣子的 不管大家現在看什麼動畫 不管大家現在看日本的難處 所有動畫 畫面上會出現的東西 理論上不會有多餘的東西 因為 不管它出現什麼都是要人畫上去才會贏的 你們這樣不會去做 如果這個畫面不需要這件事情 我就不會去畫它 所以動畫是這樣的東西 就是監督必須要想 在這一格裡面 我可以看到有多少 而且因為動畫是一直在 電影 它是一直在往前推進的 它不會是單格停在那個地方 所以這一格 出現多少東西 持續多久 甚至所有的創作者在做電影的時候 必須去想的東西 也就是資訊流 這個東西 在某個特定的時間裡面 你要接收 我希望觀眾接收到多少資訊 這是必須去計算的 壓心球列次是 所有的電影到最後都會用去想這個事情 我們先拍電影的時候 如果有辦法先拍個外景 幾片電子飛過去 可能那個是我無法控制的 但事實上動畫裡面 真的就是被控制的 壓心球列次是 做影像的東西 你必須要想清楚 在一格裡面 到底要塞給觀眾做的東西 是必須要計算過的 當然你如果大家 想要嘗試一下壓心球的電影的話 壓心球的電影才會做過頭 可是他自己常也在一格裡面塞進太多東西 對 就是自己的操作 在這個東西 在這句話裡面有一個 重要的意義 就是今天看電影的時候 或是看影迷的時候 我們先不論你在家裡 自己看DVD 藍光 或是MOD之類 被你總補停下來 然後倒帶快走之類的 先不講這個 理論上電影的製作 他是為了讓你進戲院 整一群你不認識的人 可能在吃鹹豬雞 或者是在切切絲魚 跟討厭在打手機 不認識的人 關在一個貼貼的地方 撐兩個小時 看某個故事 電影的設計裡面是這樣子 那兩個小時裡面 你無法控制電影的故事 什麼都開始什麼都結束 那個速度控制在導演的手上 他要你在這一秒看到多少東西 你就只能看到那麼多東西 但是讀小說不不一樣 我們在寫小說的時候 大部分會設法營造出自己的節奏來 我希望什麼地方 讀者可以看得快一點 什麼地方他可以慢下來 但事實上 讀者在讀的時候 這個東西完全 作者完全控制不了 讀者到底讀多快 都讀多快 我們因為寫得 可能偶心力寫得 一大段 然後讀者就跳過去 還就跳過去 很多寫 很多讀推理小說的人 其實對解謎這個東西 不是太有興趣 或是對半讀現場的尿寫 他只要看到半讀現場的尿寫 也寫到過去 反正我有沒有打算到解謎 我們想看結果 那個東西很花時間寫 就可以跳過去了 好 這個東西作者完全無同情緒 但這個東西 對讀者來說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就是我可以決定 我要看多快 看多慢 我可以決定 我是不是在這個地方 要往回去找某些伏筆 或者是我是不是要犯規 往前跳先去看 某個結局再回來看 這些東西會慢慢的改變你 對一個故事的看法 它會慢慢讓你理解 怎麼故事怎麼回去 然後閱讀節奏的 比較緩慢這件事情 它會有助於你去把故事拆解掉 拆解故事今天要講的一個重點 如果先去看電影 兩個小時出來 你沒有先真理過你的思緒 等到你去旁邊吃了雞排之後 別人已經忘掉了什麼 30%左右的劇情 你只記得重要的某個情緒 但是很多伏筆 很多奇妙的暗示可能 藏在你忘記那個東西裡面 或者是 你可能會完全記不起來配樂是什麼 你可能會記不起來哪一幕裡面 誰曾經講什麼話 所以你回去看 網路上有很多所謂的影評 他們的影評就是 把電影的簡介 用自己的方法從兩遍 然後啪幾張劇照下來 他就影評 這個影評毫無價值可言 就是你沒有什麼 你閱讀他不會增加什麼東西 你閱讀他只會讀到這些人 比如說 某一夢真是讓我熱情 就是血脈分散 所以說What 這跟你對電影了解是沒有關係的 他不會幫助你更了解那部電影 看你的理論上就要給你這樣的東西了 但這是因為我們在看你的時候 沒有辦法自己控制那些速度 如果我們可以控制速度 比如換你猜對 因為那是電影的表現方式 電影的表現方式就是 我要在這個時間 讓你看到這個 好 小說可以讓你自己控制速度 然後呢 在補小說的時候 你就比較容易把過去 由系統的拆解掉 如果在座有 想要寫小說的人 拆解故事 絕對是大家要去 學習的 一個 技術 不過因為今天不是要講小說科 所以這部分會很難看 一般來說 絕大部分的故事 有 某個構成的原因 前三個是大家都一定看得到的 就是角色 情節跟場景 角色就是帶領大家 經濟故事的 那些 情節就會中間發生的事情 長期就會發生那些地方 這個東西是 創作者跟 閱讀者 閱讀者 溝通的時候 一定會讓大家看見的東西 這個東西 構成的 表面上的故事看起來一樣 但是 故事構成還有另外兩個元素 一個是前提 前提是 創作者在 在告訴自己說 我的故事要往什麼地方推 那個指標 很多 對你搞說的故事的前提比較明顯 最後就是要把東西解決掉 要把兇手 抓出來 要把 密室之靈解開 要把不正常證明破解 不管毛利小五郎的 警備到底被插了多少聲 總之你要把這個東西解決掉 那是前提 然後再來是主題 主題 它有可能隱藏在 非常隱藏的地方 但是如果 一旦 你把這個故事的主題 找到了 想通了 你會發現 這故事裡面 所有的一切 其實都跟主題有關 剛剛講那個 歌吉拉 正宗歌吉拉 就是這樣子 當那主題不是在講 大怪獸如何破壞的時候 當那主題講的是 政府組織如何面對一個 意外的天災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為什麼裡面會出現 美國的勢力 為什麼裡面 跟其他第一次上岸的時候 會有那個奇妙的階級 那個就是311 海嘯時候發生的階級 莫妙的東西 你就會知道說為什麼 創作者會這樣講這個故事 一切就會順理成章 你就會突然發現 原來你看到一個 更深的東西 你看到的不再只是 CG又出來的 巨大的 具有歷史意義的怪獸 你看到的不一樣的事情 同樣的事情 當你學會了這個東西 你就會知道 現實當中 你看到了很多事情 其實也可以 拆解回去 變成很多 單一的元素 你又開始去想 最近事情會發生 是為了什麼 它可能跟你原來 表面上看到東西都不太一樣 它可能後面有自己的某意義在 你會變得比較 你會看到沒那麼快線的 妄家評判的某些東西 你會想得多一點 你會發現 世界看起來都不太一樣 你會看到哪些真相 會活著比較有趣 這個是你剛提到的那種 經典 然後看起來比較好看的東西 這個就要反映進行 反映進行 是馬奎斯寫的 馬奎斯是19820 陳諾貝爾獎之類 不過大家不要覺得 諾貝爾獎是頒給的人 不是頒給書的 但是今天我頒給馬奎斯 不是英文馬奎斯寫的這本書 而是因為他整個文學的 異議院 他所有的作品 我們都覺得啊 這個很值得頒諾貝爾獎 所以就頒給他 那百年古吉是他的非常有名作品之一 如果我們要把他講的很無聊 可以跟大家說 百年古吉就是 就是一個家族在 南美洲的奇怪的鄉下 成立了開墾之後 成立了一個村子叫馬康多 然後在那裡生活了六代 然後就結束 就是這樣的故事 但事實上 百年古吉裡面有非常多奇妙的東西 非常多 它看起來好像很現實 但事實上 都差異然後就跑到一個非常 不可思議魔化的地方去 其實這個故事等著來再講 記憶跟遺忘 它所有的重要的轉折 都跟這件事情有關 那裡面 那裡面 會有非常多有趣的奇妙的題材 會飛上天的漂亮女生 就是漂亮到不像是現實 總會出現的美女 然後我們飛到天上去了 然後 被 遭遇了大屠殺 木補大屠殺 然後在 一列很長的列車上醒過來 發現 整車上面都是吃皮疙瘩 所以他大屠殺 被壓在這裡 然後就被他們吃皮疙瘩 送上列車 這個人 這個人 跳下車走回去 八三大屠殺的工廠上 發現一些都被心血干乾淨淨 他說 大屠殺把 我剛在工廠上做的工人都殺光 沒有人相信他 會有很多類似這樣子奇妙的人 有些恐怖的情節 然後如果大家 曾經有興趣 要去上一些小說 創作課的話 如果課程裡面有人告訴你 小說的第一句很重要 大概百分之七十到八十 左右的 那個人會贏白雲姑吉 白雲姑吉的第一句是 許多年後 當邦迪亞方校 面對信心相對的時候 他想起 父親帶他去看病壞的那個下午 裡面沒有當個奇怪的句子 就是邦迪亞方校是一個主要的名字 裡面沒有當個奇怪的字 但是讀了第一句你就覺得 這後面好像很多護士 為什麼有一個上校要面對行行槍隊 為什麼是很多年後 一開始有很多年後 然後為什麼他會想到去看病壞 病壞不就在病壞裡面嗎 為什麼會想到護士單 去看病壞的那個下午 這一切到底是什麼回事 厲害的故事 第一句就覺得 這後面好像還包含好多好多東西 馬克思的東西 馬克思的 這一本書在 台灣有兩個一本 應該是我們這個看到 是志偉的 梁曼東的一本 另外我們會看到 連幾個 宗益領的一本 叫一百年的故事 書領地的故事 不一樣 兩本其實我說 我還讀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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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讀英文的一本 這個好 是一個很有趣的故事 大家可以找來聽看 好 當你會 學會了這些閱讀的方法 你會開始 慢慢養成你的閱讀器 你會慢慢發現 原來它一切有一個 它的確有一個邁過 人間並不是 想像的 那麼 可以 需要滅來順受 它其實是有某個 筆錄在 比如說 如果大家做一個遊戲 在場 大腳 讀過肌肉的遊戲 除了電影之外 好 如果 你讀過肌肉的遊戲 你可能對 青少年的 反叛的 冒險的故事 會有興趣 你有可能再去讀 《紅心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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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都覺得這個二十幾歲的死孩子 已經都是太年輕的時候就讀了太多冰玉果汁歌 然後他們就很習慣 所以就把餃子的這個卡利卡好像死掉了 等等都是非常爽 快說大家喜歡他比較不合法 或是分析者 分析者比較在講他比較比較多 習慣跟我覺得比較 男女角度見的東西 我覺得分析者比較內容的一句 但如果你讀這些書裡面的任何幾本 你可能會慢慢知道說 你正在讀 科幻小說 或者是你正在讀習慣小說 或者是你正在讀 一個所謂的反弄脫邦 當你意識到這個東西的時候 如果你對 這幾個 科幻奇幻冒險 反正這幾個元素有興趣的話 你可能會依詞找到自己 下一個要讀的東西 你有可能去讀雲圖 大衛里希爾的雲圖 這首拍的電影 不過電影拍的 不是太好 你可能會看到 讀到十年一九文別讓我走 你可能會去讀到 瑪格麗和艾特 我們末世男女 大作的成分 我表示應該都沒看過 但是沒有關係 這幾本書 別讓我走跟雲圖 其實都是還好讀的東西 末世男女 需要一點點 理解 但是 這三本故事 譬如上都不難懂 稍微一大進來 你就會讀進去 然後 如果你 接受這樣的故事 你會開始 越來越吵 比較文學的那一頭歌 大衛里希爾 石黑英雄 瑪格麗和艾特 都是非常 優秀的文學作者 他們有很多 跟 這麼類型的 就是這麼科幻的 類型可能不見得 一樣的東西 但是都是非常好看的東西 非常好看的作品 我 將近二十年前 第一次讀 瑪格麗和艾特舞的 盲眼刺激的時候 真的是被故事嚇到 居然可以寫出那麼漂亮的故事 然後 大故事包著小故事 然後一個故事中間 有自己扣顏的方式 真的是非常厲害 又好圖又好看 然後 意義又很深的 作品 或者是你會喜歡上 如果你開始覺得 科幻很有趣 你讀了 《紅棋革命》 你讀了 職業遊戲之後 你覺得科幻很有趣 你可能會開始去讀到一些 更經典的 或更困難一點的科幻 像這一本叫《蕙雪》 我內有一本 有點硬 非常厚 故事講起來好像開頭很好笑 但是 需要一些耐性才能 圖得下去 那開頭是一個 主角 主角開著 改裝過的 裝甲修旅車 周角的黑人 他名字都英雄大 主角 就是直接一彎的這個意思 他是修旅車的司機 同時是 Pizza的送貨員 同時是 厲害的 駭客跟 劍客 然後呢 他瘋狂的駕駛 收旅車的 裝甲車 的原因就是 他正好去送Pizza 在那個時代 Pizza的 Pizza 整個Pizza產業是 因為是意大利 你知道嗎 大家都知道是意大利 是黑手港在經營的 你要當Pizza的送貨員 必須要有大學 相關科系的 我覺得是你會有一個 怎麼當送貨員的相關科系 然後呢 你受過於黑手港之後 因為他們會 Pizza之後那個什麼 30分鐘內 保證送貨之類的 沒有都要送貨員 在 故事裡面他們是 如果 沒有主持送貨的話 黑手港老大帝就要出來跟你致歉 才會給你握手 所以 如果你讓老大做這麼幽靈的事 你會小命不跑 所以還開始送貨員 就非常的緊張 想盡辦法要在世界 去被把貨員送到 我該做什麼地方 看起來還蠻好笑 但是 但是 其實是一個 有非常多 我們所謂Hardcore 硬腿的科外的東西在裡面 或者是大家可能會 如果你真的設計得很 實踪的話 你可能會開始讀到像 Do We Dream Electric Sheet 人造人會夢見電子羊嗎 這個是一個短編 然後 1986年的時候拍成 電影叫做《居力下手》 《居力下手》 當初並不紅 但是後來變成了科幻片的魔鏡點 現在正要拍新版 當年的主角 叫《居力下手》 《居力下手》 然後新版的主角是 《拉拉雷》裡面的 《居力下手》 在場的女性朋友們 都出了繪金的角色 但是它其實是 這些科幻的作品 這些文學作品 其實都有 反覆拖鋒的 學術在裡面 你會開始找到一個自己閱讀的脈絡 然後你會一路往 更多的地方推 你會發現 在文學史上 在小說上面 你有非常非常多的選擇 相關的題材 有比較多 有趣 有相同元素 但是 多小一點 感覺不一樣的東西 如果你再把它往前推 比如可能會開始看到 1984 1984是1949年 出版的 小說 在講1984年 想像中的1984年 全世界建成了三個 互相打壓 就是互相和好的 討厭的國家 然後主角在一個叫做 真理部的 政府單位工作 他的工作呢 就是 去看一看 我們的政府官員在 其他時候有沒有說過某些話 比如說 假如說我們的總統 在 去年12月的時候說 明年3月 我們的 明年3月的天氣會非常好 就是3月天氣很快 然後我就會去 我是一個真理部的 資源 我就會去把那個話找出來 然後把它改成 從從從明年3月會很冷 然後把它歸打 它就變成了一個歷史紀錄了 歷史就沒有改變了 那真相會不會有燒掉 所以它在故事裡面 它其實是沒有 所謂真正的真相 真理部在做的東西 就是文明真假 然後它在故事裡面有一個 如果大家聽過的話叫做 老大都正在看這裡 就是這個書裡面出來 他們有 無所不在的監控系統 在1949年 還沒有電視器發明的時候 偶爾寫到這個 無所不在的電視器 懂歸 盡量想辦法反訓 愚弄跟 這個是 1984後來 企而 出的一個 其中一反的封面 封面上我們就放到1984這幾個字 但這些東西就是 戰爭就是和平 自由就是奴役 無知就是體量 這是1984裡面政府的 口號 明年的人 看看就知道這個書在講什麼 好 我有時候看到美麗新世界 美麗新世界 跟1984跟我們這三本書 被稱為 反共多方 三書 有些人說三部曲 但事實上那三本書中間是沒有關係的 他們是不同的作者 不同國家 在 很接近的年代 都1930年之後寫出來 美麗新世界裡面 在講 那個世界分成了 一些階級 然後每個階級有自己專師的 工作 階級之間其實地面很鬥爭 但是也有一個從 印第安保護區來的人 看了這個東西 他覺得一切都 不正常 他認為人類都應該這樣生活 這些都是很有趣的書 他們都會被放成經典 但是 你們真的去看他們一點都 不困難 如果 大家對唐麥托巴這個題材有興趣 一路往回追 或許我一定會突然發現 一件 奇妙的事 格列佛遊記 其實它是一本 唐麥托巴的 大家對格列佛遊記的 想像 大部分就是放在 大人國跟小人國 但身上格列佛遊記不只大人國小人國 格列佛遊記 元書有四個部分 所以他出海四次 每次都很衰 就 跳到一個奇怪的地方去 最後才回來 才回到 現實當中的 英國 大人國小人國是 他先去了小人國 第二次去了大人國 這是前兩部的故事 第三部去的一個地方叫做 烏島跟飛島 就是有個飛在空中的島 那一幕講到非常多宗教的東西 第四幕到了一個 有馬統治的國家 就是 才是那個國家的智慧生物 之前 就前幾年 我如果出於講 反而波方格 離開 我們總統好像是壞人的時候 每次講 有馬統治的國家 你他就開始笑 沒有 無法控制的笑 但是 格列佛遊記 那個馬是真的馬 不是馬 不是氣馬 對 現在大家都會覺得 格列佛的記號是小朋友的那個書 大人國小人國好像很有趣 但事實上格列佛遊記 他第一步在講小人國的虛構 裡面講到小人國 兩個小人國之間的戰鬥 引發的 他們兩國之所以不合 引發爭端的原因是 另一個國家認為 但要從小的那一國打破 另外一個國家認為要從大的那一國打破 然後吃 因為這樣子 兩國不合 然後就打起來 這個東西跟當時英國的兩個黨 兩個 黨之間的黨真是很類似 所以 史維夫特當初在 一開始發表的英國遊記的時候不太能爭議 他用過好多次話 用不同方式發表過 現在他都把他當成是一個 好笑 好玩的 兒童足舞 事實上他後面有很大的 對現實的嘲諷跟歷史的意義在 所以 當大家 當大家讀到這樣的東西的時候 就是你從 你在開始讀 飢餓遊戲的時候 你可能會覺得是一個 刺激有趣的 又有三角鏈嘛 然後又有反抗權威 就是一個 冒險故事 你可能不會想到說他其實可能後面有這樣子的 閱讀的麥克風會存在 但是當你 開始從裡面挑出 你讀了這些遊戲 然後你從裡面挑出 你覺得有趣的 跟互惡 同樣的地方再往 往外 往回找 你要下一篇要讀的書的時候 你自己會慢慢把 整個閱讀的 會建立起來 當你去建立了你的閱讀開始出現這樣子的系統的時候 你會開始發現 很多事情 你會看到他的表層下的另外一層 比如說這個 大概會是什麼 匿名者 是一個派克組織 裡面他們會 他們會針對直飛政府跟 日本家做某些反擊 匿名者的 LOGO就講這樣 就是一個 後面是地球啦 然後前面是一個川西宮的人 那頭是一個問號 就表示他們是一個 沒有面目的 團體 但事實上 面臨者 常常出現的時候 他們如果底部 影像 然後跟某某人旋轉 的時候 他們會出現的 形象概念就是這樣 就是他們會戴一個面具 所以大家會 大家會知道為什麼他們會戴這個面具嗎 這是一個漫畫 對 好 尼怪客 尼怪客 這個漫畫叫做 Livore for the data Livore for the data 這個故事也是一個反共作方的故事 在講已經被極權統治了英國 然後有一個 戴著這個面具的人 在反抗整個政府 最後 希望造成某個大爆炸 把政府啊 被調子 有拍成電影 讓他去撥滿臉 敷不掉 然後 一直戴著面具 在電影中也沒有把他命運拿下來 就舉過為名 大家如果 看過海客任務的話 他就是AVC 看過摩切的話 他就是 畢竟的王家王 看過變形機長的話 他就是密卡的生意 好 他自己說他電影通通電影 他自己給亂出 反正可以丟有錢 他就管了 好 也就是這個原柱 Elmore 的編劇 Elmore 是一個非常厲害的 英國的漫畫編劇 原柱有梗 梗超級多 在 變成電影之後沒有辦法 再那麼多東西進去 原柱是一個漫畫 那事實上他的 文字量大道理 必須把它當小說看 就是有畫面的小說 所以那個 這個東西在國外叫 Graph Naro 同像小說 他跟漫畫會有一些 區隔 他不會一直連載 他會有一個 一開始就知道 會大概會 斷斷很多地方 就是一開始用文書的概念在想 不是用長期連載的概念在想 匿名者的 面具是從 漫畫來的 這個漫畫其實 當初在拍點的時候 國內還會有看到一些 正論節目 這個大漫畫之類的 會請九孔般人這個樣子出來 搞笑 但是 這個問題並沒有被解決掉 為什麼 V外科要戴這個面具 命名者是從這邊解來沒有錯 但是為什麼V外科要戴這個面具 在V外科的故事裡面 有非常多的 有非常多的 細節 如果大家有興趣看原著的話 有非常多的細節 只塞到 這個面具的由來是 Dyphos Dyphos 這個人 他長得很好笑 後來變成那個面具的樣子 他的眼畫變成那個面具的樣子 Dyphos是誰 他是一個1605年的 英國的國會議員 當時英國有上議會下議會 然後 現在聽起來 會覺得好像有點愚蠢 但事實上 當時的狀況就是這樣 就是 新教的 統治者 對天主教是不滿意的 他壓抑天主教 不希望大家先天主教 所以呢 這些天主教的議員們 希望 要把議會 炸掉 把那些 討厭天主教的議員一起炸掉 然後讓我們的 然後扶持一個 跟我們宗教信仰一樣的 統治者上台 也讓他們爭取宗教自由 當然用了一個極章的方法 但是 這個事情後來沒有成功 在 起義的前幾天 因為在他們想要炸掉的議會裡面 也有 對天主教比較 友善的議員 所以他們就非常盡責的先寫的信句 跟他們說 他應該是不是要來 但是議員就把這個事講出去了 就是 已經沒有一個狀況 所以 該或是 那天晚上要守在 佛料庫裡面 他們那個時候其實有點好笑 因為他們本來想要找 議會附近的 就是加一個旅館 存放火藥 就沒有知道旅館 直接租到了議會的地下室 就議會地下室出租啦 他們就自己租到了 租到之後 你不可能在裡面直接放火藥 他們就 就把那邊 一旁那種風險 冬天的燃料 就虛擬用燃料 居然也 也進去了 就沒有被警察出來 就全部都在 都在地下 但是呢 因為消息走了 所以他們本來要在 11月5號的時候 要起立 就沒有成功 Gymos後來被 除息了 就死掉了 現在每一年 11月5號的時候 英國都還有一個叫做 Gymos 9 他們會在那個晚上 燃燒 Gymos的 指人 巨大的指人 然後長相 長相就這樣 臉的長相就這樣 就是把卡通掛了 一方面是 紀念說好 這個事情 變流真的發生 我們現在把這個人燒了 然後 他本來燒別人 然後現在把他燒了 後來在Gymos那裡面 會開始把一些 立陶宴的政治主義燒掉 就是 就紮紮的 把面子燒掉 大家開心嗎 先前 大家會覺得 Gymos是一個 革命 革命本子 但是他是一個激進派 但是在後來的 更多的故事裡面 就是提到他故事裡面 開始把他想成 一個立場主義者 所以他是一個 想要爭取 公表自由的人 但是最後 並沒有成功 很可惜 就是變成烈士這樣 所以呢 這樣子一路下來 就會發現 為什麼 Gymos要拿他的臉 去當神經的面子 因為他一開始也打算用 炸彈的方式去 瓦解 他的政策 他是一個要爭取 人權自由的人 跟 該否不要爭取公表自由 是類似 他是沉寂了這個精神 去做這個事情 所以才要那個 面具出現 也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你再回來看 匿名者的時候 你會發現 他們就認為 自己是一個 沉寂了 人權自由 鬥爭 必須鬥爭 這樣子的精神的團體 所以他們會用這樣子的 樣子 這個長相 來當成自己 必須要面對 進口的時候的樣子 而且 當你搞清楚 這件 整件事情的時候 你會有些額外的收穫 哈利波特的 鳳凰會的秘密裡面 出現在是鳳凰 長得非常醜 我不知道為什麼老師 西方人包括鳳凰的話很奇怪 好 你看看這個火雞 這是鳳凰的名字 他叫 佛克齒 佛克齒其實就是 Guy Fox 的姓 他如果 如果大徒原文的 哈利波特 他就是 他的姓 那個 Hox 那個字 也就是說 J.K. 羅林在寫 哈利波特的 鳳凰會的秘密的時候 他其實是 他也是英國人 他其實是有想到 Guy Fox 這件事情 鳳凰是一個 在 遇火之後 他要轉過一件 重生的 生命 他在 鳳凰會的秘密裡面 他是一個 對抗 佛蒂摩特的秘密解釋 這兩個 含義都 符合 至少是羅林對 Guy Fox 的想像 所以他的 角色就會叫做那個秘密 這些東西是你可能本來看過去就會忘記的 但是當你發現 這些背後有關聯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你讀的東西其實不只是 表面上的東西 就哈利波特 我看第一集都覺得非常無聊 但是 後面他開始 講了很多 英國法界 跟技術之路 非常多的 奇妙的地端 我覺得越來越有趣 當你 看越多這個東西 你就會知道他 到底羅因在中間 如何的進步跟 如何的想辦法去對應到現實 你就會開始對 這個作者 開始對英國的某些東西 產生了一些 比較多的認識 甚至你開始就回來想說那台灣這邊的 學制是怎麼回事 是對的嗎 我們那邊 裡面理論上 把 巫師們 雖然阿利波特好像一開始看你很衰 但事實上就當巫師之後 他就是 人 就是 菁英 他就是菁英皆齊 對不對 這是我們家的馬瓜 他們 他們的巫師就金金皆齊 你會開始發現 我原來是讀了某些學校 之後 你就會進入那個東西裡面去 就算你是裡面那個 不見得很強的學生 你還是比一般人過來的 強那是對的嗎 或是那個學校真的教了什麼 應該 讓你跟一般人不一樣的事情 不是施法的東西 是 在人處事上面 跟社會人連結上面 你知道你有真的有做了某些重要的事情嗎 有開始會回去想這樣的東西 那 到了這個時候 你正如畫一波特就不會只是 去去母氣去 或是你就不會想到愛馬瓜生或是想到會變得 做其他兩個都不一樣 就是你會開始看到一些 你會開始想到更多事 所以 到那個時候你的閱讀就會等於閱讀 你會容易 看到更多 不是 後面 存在的東西 到時候你去看了其他的故事 就算不是小說 你會看出不一樣的事情 比如說《時速列車》 大家看《時速列車》嗎 這麼快就一直看中間 《時速列車》看起來就是一個 但是故事反正是從 首爾到處補山的 一個列車上面 然後 因為韓國爆發了 類似 《時速列車》 就是僵屍的這個 奇怪的傳染病 然後也衝到車上去了 然後車上當然 主角人要互相的 cover跟想辦法 讓這個 車繼續開到他們的目的地 《時速列車》 《時速列車》如果大家也不看的話 首先表情它上面就是一個刺激的動作片 刺激的特效片 如果大家在僵屍電影是波子影音 大家會去看 像還一張《比大家要看》 《時速列車》 大家今天有把《二與五寶第十一》全部看完 之類的 我去看這個東西的話 它就是 很正統的僵屍電影 但事實上僵屍電影 包括這部 這部戰內 它都不是 你說拍好的僵屍電影 都不完全在講 僵屍的 僵屍的很好講 僵屍就是恐怖的 打不死的 除非把頭爆掉的才會停下來的那樣東西 在 《時速列車》裡面 整部片其實在講 資本主義是 如何 腐敗這個東西 它從一開始上車的 第一個發現僵屍的人 第一個被僵屍影響的人 中間當 主角的團體們分成了幾個部分 最後決定要 打 衝過僵屍回去救人的 就是這幾個 跟最後是誰 阻止了某些 好人 或是 因為自私的關係 做錯了什麼事 這些東西 你變得每個角色 都可以把他對應到 日本社會當中的 某個階級的目標 用這個 角度去看這部片的時候 除了 很刺激的僵屍 僵屍追逐戰之外 你還會看到 創作者怎麼樣去利用 非常豐富的題材 讓 大家覺得 資本主義之中 應該要反省跟 應該要小心的東西 美國人上次電影 跟 香港上次電影不太一樣 剛剛上次電影 有一陣子 沒有那種情緒 就是 有點恐怖的情緒 只要上次電影在 70年代開始 重拍之後 大部分人上次電影都在講 社會界歷的問題 這個其實 聽起來好像 很不可思 人家從第1部 脫死人事業開始 這邊是在講社會界歷的問題 而且那個 當年的人看的是有感覺的 因為脫死人事業 當初曾經有 政治被禁業 的原因就是 美國 社會認為這個東西 對他們來 會太刺激了 刺激 不是你們的僵屍多利害 那個時候的僵屍就是 很像你剛睡起 不會走到那邊 只是 他們不會跑的 因為就是 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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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煩他就不會死 然後會想要抓你 會想要啃你 但是他沒有像是 列車裡面那些 跑得跟 跟什麼鬼一樣 快點那種東西 但是那個 那個東西 那個 活死人之類的那種 那麼緩慢的僵屍造成的壓力 是另外一種樣子 當時的觀眾是很明白 知道說 你這副片子 不是告訴我僵屍多紅 不是在告訴我 這個社會多紅 我們到底把 階級的遺事發揮到 怎麼樣的情況 到底做錯 因為這樣 看錯了多少東西 做錯了多少事情 觀眾是會有反應 當 你的閱讀的人閱讀的時候 你可以更有條理的跟別人說這些東西 你可以更清楚的看到 如果作品裡面 包括人事件發生的事情 背後到底怎麼樣有不同意義 所以 雖然我們一開始在說 讀小說 看起來是一個沒有 特定功能性的東西 但是讀小說對 因為 人生 是有非常重要的 某些意義在於 如果你 從讀小說的過程當中 學會了 至少 學會了怎麼樣好好的 讀懂 跟使用 文字的話 對 生活來說 還有非常大的幫助 那如果你從裡面 學會了 怎麼猜疊故事 怎麼看到故事 最後的主題 怎麼樣去思考 你的人生會變得更不一樣 你用很多事情的 想像 然後很多 對很多事情的理解 對很多 社會意義的關注 你都會 至少是現在的狀況會 變得更加的 那 我相信那個是一個比較好的 生活方式 我相信對整個社會來說 有越來越多的人 這樣做的話 他也會是一個比較好的社會 那今天 非常的 希望大家 同業務教授 非常感謝我 在短短的一個半小時之內 至少給了我們三個列項 第一個列項是 幹嘛要讀小說 在整個小說的 他的一個讀者的 閱讀的經驗裡面 他是一個緩慢的累積的 一個過程 那這個過程 他得到了什麼樣的收穫 那個收穫就是一張 非常完整的閱讀地 第二個面向是 他用他古科幻 或者是奇幻 或者是文學小說的 尤其是用科幻這個類型 來作為一個模組 將他做一個 就是他擴大了這個地圖的 真正的一個人貌 有一個實際的舉例 還有第三件事情是 他呈現了他非常的 普口普心 他是希望 每一個同學都能夠 變成更好的人 讓我們的世界 我們的社會 因為我們更好 更加的美好 所以呢 我們可以再次的 以熱烈的掌聲 來謝謝 莫胡媽 謝謝 其實有一段話 我覺得他是為了 因為我今天來主持 可能是一個小小的回報 但是可能不是 是我自己的一廂行願 他說 讀經典沒有那麼可怕 讀經典沒有我們想像中的 是厚重的 是沉悶的 是真的會去睡著的 不是這樣子的 那也不需要有壓力 所以呢 沃胡跟我 我們這些 從熱烈裡面 得到非常非常多東西的人 我們都一直在嘗試的去 想要把我們的收穫 能夠分享給大家 因此我在 IC之音有一個 關於 我們經典小說的廣播節目 就叫做經典演青春 就是特別想要希望 大家不要害怕經典 那麼其中呢 有一集 是沃胡來談 是吧 你是 深淵居民 對深淵居民 是捷克倫敦 那沃胡捷克倫敦就如同他剛剛 文科幻小說一樣 是一個全面性的 地毯式的這樣的樂園 所以他 他談出來的東西 這樣跟我們一樣 除此之外呢 顧慧倩老師也來我們的節目 談愛丽絲夢若 愛丽絲夢若 愛丽絲夢若 那個 Bob Bearden 你不要把他忘記 因為這個節目已經兩年多了 所以呢 會記了太多的書 非常的期待 就是當你覺得 躊躇 或者你覺得 或許我先聽聽看 這本書是不是 我現在這個時候 想要去理解的 那也可以 聽這個 經典也青春 今天非常感謝大家 接下來是 Q&A時間 我們要請工作人員 金會來幫忙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歡迎收看 謝謝 我們 我們要請工作人員 製成所有的講座 我期待在看到這位 蔣經典那張首語片,我本來打算要放麥田補首 老闆,那既然你知道,就是麥田補首,非常期待大家能夠看這本書 很好看,一面彰化的影片 但是他不是無意,他完全把你們心裡的話都罵出 因此這本小說的這個,紓妖我寫的文案,你可以說嗎? 他媽的就是一件 對,那所以很多補診又打電話來出版社說,我要買一本書叫做 湯媽,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各位同學,那現在還有15分鐘的時間,開放給大家的問題 大家關於越古文案小說,還有什麼問題配料 要問你,或是老師都可以趁其他題出來 然後我們準備了三份文學系的紀念品 分別是1.5號的揮章,還有我們的書袋 要送給前三位提問的同學 謝謝 Kumar Cherry Tomorrow 他有一件 costs,有問題的 主持人的劇情跟配角的連接 大家要怎麼去安排會怎麼樣 注意好大 好 就我自己的狀況 大部分好的作品 會設法先把主題放棍 配角是不是需要會在想 我比較不喜歡出現太多肢節的角色 就是我希望每個角色簡單 有它必要的意義在 突然出來一個路人 然後告訴你一個重要訊息 所以我大概不會讓它發生 所以我盡量會想辦法讓主角 在現有的角色裡面 想辦法去把一些事情做完 照理說每個配角的 配角要兼顧的意義 它大概有幾個 一個是 正好來講主角大概有兩個特色 大部分的主角 一個是它會讓人間覺得有同理性 當然同理性是 你必須要 對它要做的事情是有反應的 不管你是討厭 還是你是認同的 總之它會讓你覺得 那個情緒跑出來 然後第二個是 它必須要 一直遭受到 它等於會有某個 形式的標準 故事的開始幾乎就是 這個形式標準 會被打壓 會被刺到 它就會開始做反應的動作 這個反應動作不見得就是反應 它可能就是迴避 這是一個方法 也是一個狀況 總之這個東西 就像我們剛提到的 讓很會跑的人 腿斷掉一樣 那就是它遇到一個 衝突的狀況 它必須去解決它 它逃避也是一個解決方法 面對也是一個解決方法 這個東西會看 我們設計的主題是怎樣 開始往下發展 然後配角 大部分會有兩種 一個是 我是協助主角 往下走的人 一個是 我是阻撓他的人 就是我可能是一個 更強的人 我跑得比你更快 我這個時候就會變成一個 敵手 他們就是壞人 那就是敵手 那另外一種是 我可能是你的朋友 所以我會鼓勵你 但是中間又可以一直往下 就會一直 氣氛到 你到底需要這些角色 在過去面 產生什麼樣子的 左右跟意義 這個東西又不會 來跟你的主持有關係 比如說 今天我是你的朋友 然後我就安慰你說 沒關係嘛 人生就是只有跑步而已 還有很多事情要做啊 對不對 你說應該彈吉他啊 就變成一個吉他手 這是有可能 但如果我希望這個人 最後還是要回去解決 我過這個事情的話 這個配角 看起來是很有配角 它反而會是有品 那會是一樣 因為我把它導到別的地方去 我是不是需要 在劇集裡面 有出現這樣的管理說 跟我最後需要劇集 表達一個什麼問題 會變成我這個配角 到底要在裡面發揮 這個有事不關心的 大部分的配角 會這樣子去看它 那 如果我自己會先寫大綱 再開始寫小說 如果不寫大綱的話 可能就會出現 我寫到這邊突然發現 不行 有一個資訊是說 我的現有的角色 都說不出來的 我一定要讓一個 的家庭來講 大部分這樣處理會 不太好 不見得我們吉林寶 好像是大部分都不太好 然後讀者會覺得 你就是沒辦法 要找一個新的人 讀者也會不太滿意 最好的狀況是 所以你先把大致上會使用的角色 大家都想 都想了 這樣 暫時準回 然後這邊再站在 就要變成腳中課 好 謝謝 那還有同學 有問題的 請問就是你說那個 熱誌 白熱誌的話 要看到文字 背後存在的東西 那如果 你想說看不太到的話 要用什麼增進這方面的能力 我覺得 大家平常看不太到 不是這個原因 有個就是你讀的東西 他就沒有什麼背後的意義 那也沒有個不好 這個我一開始 我跟大家說 反太平講 就是 他有些背後的意義 但是不太 不太 本來是比較淺紛的 然後我反而是看得很高 我看得很高 你看 有一種是這個東西 然後另外一種是 我現在如果讀得稍微多一點 然後要去想一下 比如說剛提到的 匿名者 當我們講到匿名者 有同學知道說 那個是 D-Y特的漫畫 相關的 這個感覺上 好像解答了一部分的問題 但事實上還沒有 D-Y特的面積 為什麼要是這個面積 它後面其實有什麼東西 這樣去想一下 這段心理有什麼這樣 如果我們 如果大家今天回去 就比較不乖的 就看了 想辦法去看輸出列車 然後你發現 裡面為什麼那個 某某某會死掉 為什麼 那其實誰已經要這樣 電到這邊 他要死掉 當你想到這個為什麼 的時候 他很有可能就是 創作者在這邊 其實是有 某個 刻意在浪海 他放這個東西是一個原因的 這個東西 不見得每次你都會 剛好想到 為什麼 是怎麼回事 那是當你 讀得夠多 然後你一直有在想 那類問題的時候 到某一天 我覺得那個讀的量要夠大 你東西都在 你互相扣接起來 你會發現 我在 從前看過那個故事的 這一幕其實正在 從這些事情 一切又破了 你某些東西 你卡住了 你下台有沒有找我答案 其實會痛 但是我覺得這東西也不用 也不用急 就是 我覺得這邊就 我不希望大家把 閱讀小說 當成是一個 奇妙的功課 你要把它當成 一個好玩的事情 你今天如果就讀了一本小說 你就覺得 這實在是很難懂 現代文學 好我現在不知道 我打閱讀話講什麼出來 因為 因為 很有可能我覺得 不好懂小說 我已經不開始出 但是大家直播還蠻樂的 好 這樣 米蘭昆德拉 我國中的時候第一次看 《生命中不能承受體系》的簡介 裡面永結回歸 會想看不懂 看不懂 然後這個就是大事民作坊 那是時報大事民作坊的第一 我當下就做很明智的決定 我就把這個廚房回去 我就沒有買它 但是我在大學的時候 高中的時候 回來從突 米蘭昆德拉 的 我先讀了法曼 後來再回讀 生命中不能承認 我說那個故事 非常有趣啊 不管它什麼叫做 也不會回 那個不重要 那個名詞 普人的名詞不重要 故事可能是有趣的 你要先有這個感想 就是你要覺得這個東西好玩 有趣 有意思 先有這個東西 再回去慢慢的 培養說 你要讀了後多 有意思的東西之後 你要慢慢找到裡面的 某些奇妙的連結 你要把那裡坤德拉 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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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間會發生一些 你 先前可能完全沒有想過的 奇妙的連結 那你的 你的視野會這樣慢慢的 被打開 所以 有點有趣之 第一要物 先覺得有趣 其他的慢慢來 請問 在創作你的片 巧說的時候 你又怎麼決定要用哪些社會議題去描述一個故事 或者是你日前前天子的議題 然後再去設立一個故事 这个不太容易直接讲 但是我自己的状况比较多是 我有先想讲故事 先想讲某个问题 然后我会看 这个东西跟某个社会议题的东西是不是有关于 然后再把它放进来 也不是引爆 也不是 今天如果是注意到某个社会议题再去写它的时候 它容易变成比较无趣 它可能会变成 我就是为了要讲A这件事情 我就是为了要讲太阳花学域才去写的东西 这样它的创作区位跟阅读区位不太足够 而且我会觉得写小说或者读小说重点都不在 我刚一直在强调区位这样的东西 然后重点都不在 你一定要把它对应到我建议的东西 如果你想不到会很好的 那就表示你的不管作者有没有这个意愿 总之你是尽有阅读想到更多事情 各阅读者还说是非常好的事 而且这个让阅读变成一个 大家各自都有互相经验的一个美好的东西 但是今天如果我真的要去了解 比如说太阳花学域 我应该要读太阳花学域的相关的论述 他现在有的话计算出来讲是个幼税影师 我要去读那个东西 我今天读小说的目的 不会是我想要聊起那个事情 那可能是一个触动 所以我读小说 如果发现这个小说 原来提到太阳花 如果我对这个事有进去 我会去找相关的东西再来看 小说是这样的 所以我在写的时候 大多数会想 比如说圣公大道 圣公大道的主题是 我要写一个 失去记忆的人去找一个 不知道在哪一个人 记忆是一个 我们人在人生当中 时间当中定位自己的方法 你今天必须要知道 你自己做过什么 所以你才会知道 为什么现在在这里 就是当初要不是你们 好是大四周 今天你们也不用坐在这个地方 然后才会知道说 接下来我们要从哪个地方走 历史是一样的东西 历史是一群人 重新做了什么 我的上一代做了什么 现在我们现在还在这个岛上面 接下来我们要让这个岛到哪个地方去 记忆跟历史是相关的 所以这个东西会跟 被莫名拆掉的社区 老房子它会有关系 拆房子它不见得是 它是一个整顿适用的好方法 它是一个避免公共安全 出现危害的好方法 但是不是这样的步骤一定是好的 是对的 就必须要回来想 因为它是一个破坏记忆的过程 所以这个东西会连在一起 它就会变成 政府大道里面要使到的 一个社会议题 前面那个东西主题要先有 后面这个东西它会接进去 而不是我今天想要讲 华光社区的财经牌 那我就先故事来讲它 这个是另外一种做法 而且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适合 即时报寨或报寨的做法 它比较不是小说的解法 这种学 他虽然比误已经送完了 但是机会难得 他会有问题的交问 他会不会有问题的 就是你说一本乔中里面都会有主题 那通常作者在写作之前 都会有鲜射冰桃说要往哪儿的方向走 那如果在写作的途中 不小心产生了偏差 这比较适合的主题 通常会怎么处 你是续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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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 你最好是那五个元素大致上都有得比了 在写会比较好 所以我一直鼓励大家要写大纲 它是一个比较好 让你继续下去的方法 写下去的方法 因为像我白天是一个要上班的人 我七年下班回到家吃了饭 然后刚会不会在这边说 我一天写在这一支没有 这片子 我每天都会写 因为我没有签字是十万 如果我要写一本长篇 像那个这么大大大概十一万字 我去年底出的《里兰梦迪冲击》 我是五万字 写长篇 你写到大概五万字左右的时候 你就可以建立一个奇妙的 可怕的文革当中 如果你每天写的东西 你都要先 你没有先做计划 你每天写的时候 你都先去读一下 前面写五万字 再开始往下写 读的时候 你又想往下写的 改一下这个 改一下那些 再开始往下写 那写了几百字左右 你看看你的时间到 已经半夜三点 我要睡觉 对 三点就是我睡觉的时间 好 然后 这样子写了 一个月之后 你发现你还在五万多字 你每天 你每天只往前进了几百字 还会被改来改去 然后你会发现我 这个 我预计要写的只有十五万字 那感觉要要无奇 我写了三分之一 就停在那边 心情会非常的长 比较好的方式是 写了大纲 然后你就会 知道说我每天家想要买到 我们的继续网站是怎么回事 最后整个 论识 全部一起做 全部一起做 会比较好 这是我给上班组的解历 因为现在很少很少有人 完全靠书座示范 有计划就这样 好 那当 一开始 但有人 我想呢 今天很多人开始写故事的时候 原初都是 我想到了一个很有趣的角色 我好想帮他写很多共识 我想到了一个好有趣的情节 我好想开始写故事 其他都很有想 就只想到这个 尤其是那个 也会想不到 想到了一个好厉害的语题 然后他想办法 把所有角色都找到那个地方去 明明 所有角色做那件事都是不合理的 他就开始立马的找到那个地方去 什么就会有人看 如果 我会跟学生说 如果 你就是 按那一步 你就是很想写 但是你想不到主题是什么 没关系 就先写 照理说 会有的时候 写着写着写着 你会突然想到 这都是很适合来讲 我们会有什么主题 当这个灵光乍现 直接脑袋爆开的时候 有个原本编辑上面是这样的 可能 趕快把那个主题写下 贴在你的电脑上面 你每天盯着他看 这个就是我的主题 你要回去 看之前写的东西 是不是贴你的主题 有些东西总是 没必要 不适合 可以把它删一删 或是有必要 再加主题了 把它塞进去 后面的 你就照着这个主题 往下走 如果你有写大纲 你写到一半 发现这个主题 你写到一半才发现 你写到一半才发现 这个主题不对 我的故事已经发展到一个 完全偏离这个东西的情况 那有两种做法 一种就是 新的主题 我可以想到一个 比较好的 比较契合这个东西的主题 他可能是更远的熟的 因为你写到一半才发现 所以你在写到一半才发现 主角 我会去做这个事情 他没有理由 他没有理由 恐怖片 每次杀人猛出现 你如果要往二楼 为什么呢 人家跑不掉 为什么你不往门外跑呢 因为往门外跑 不跑拍一拍 你要把他限制在 那个房子里面才好 这样发给 那 对 这个东西 后来你写写写写写 给他挑一挑东西 那总之 那是一个不合理的事情 你基本上 你不让故事发 不会让故事发生 像这样的东西 读者 看那会 就是作者的手心的干预 那就是 那就是一个不好的业绩 经验 所以 原来想的东西可能是 有些问题 那我们用 修改整理的方式 然后把大家一起改善 怎么故事可以抄 抄心的方向 怎么可能不好 那另外一种就是 我想不出什么心理 但是原来就是原会 所以中间一定在创作 中间发生的某些事情上 你觉得原来这个问题 不能用 大家回去看 原来写的 原来我为什么觉得 这样的搭档 或找像这样的主题 是可以的 写出来又怎么会 中间一定有某些东西 是有输入的 比如说你对角色设定的东西 做了一些更动 你对情节上面做了一些更动 一时很高兴 加了一个新角色进去 那他其实会混乱整个东西 整个你要讲的事情 那要回来想就是 所以 我如果还是要 希望 按照个人的主题的话 那这份我就要必须做修改 比如说我写了很高兴的新角色 我把它拆掉 对 有可能要发现 这个东西都回到 都回到 我们最后希望 产出的一个 不管有没有出版 创作产出的一个 最后的成果 是一个 我们希望会有的样子 那 我知道很多 很多 其实包括我们的同辈的朋友 在写作的时候 如果你今天写了一个 自己很满意的角色 或者是写了一个 自己很满意的情节出来 你又不想去弄他 没有电话 不容易想出这个 厉害的东西 要不然把它删掉 但删掉其实没关系 你可以把它放到别的固执去 可能来自成立的 总有适合他的地方 他不适合任何固执 就不要一直偷在一起 就你们不合适 就赶快更走 就这样 这样 这样会比较开心一点 好 谢谢陆平先生 那今天跟时间的关系 讲座又到 要在这里结束了 这是2017年 台北文学竟的第一场讲座 之后呢 三月到五月 我们还有十几场 多半在工作假日 同学们的时间也都可以来听 大家手上都有拿到手册 里面都有我们 然后去讲座的内容 那今天 谢谢陆平先生 翘班的影响 谢谢陆老师的安排 谢谢各位同学的参与 大家不要死 你开前 请帮我们把点子好 问就放在前面的桌子上 谢谢各位同学